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菜鸟会学院打香蕉 欢迎收看今天的游戏视频 上次鹰匠派了150架的N-122 跟20架的B-52轰炸机强攻火荒军事基地 最后150架的N-122被我们全部歼灭 但同时火荒基地在饱和打击下也受到了损伤 归此我们觉得不能一味的忍让 趁着现代鹰匠大杀元气之时 决定主动出击 打掉鹰匠剧倒的军事基地 这样估计会让鹰匠老实一些 随即我方机场开始紧急集合战斗机起回 毛熊听到我们要进攻鹰匠剧倒的军事基地 对此也很感兴趣 随即在征得我方同意后 也开始起回战斗机 准备跟我方进行合作 一起拿下鹰匠剧倒的军事基地 所有双方总共230架的战斗机在天上集结完毕 第一提队的是50架的J-20 跟毛熊50架的苏武器战斗机 将负责清除一切空中目标 第二提队的是50架的J-16 跟毛熊的50架苏35 主要负责打击对方军舰 以及对方的暗击航空导弹 第三提队的是24架的毛熊运输机 跟6架的预警机 本来第三提队应该是轰炸机 把银匠剧倒给炸平即可 但是毛熊胃口比较大 希望占领巨岛 随后就撤掉了轰炸机 毛熊准备用运输机投放散兵进行占领 因为此次战斗的巨岛距离 我们有3000多公里的距离 我方跟毛熊还分别派出了 506跟1尔78加油机 给战斗机在途中进行空中加油 增加战斗机的续航里程 不然肯定是恢复到巨岛了 这么大的动机 再破了雷达都能发现了 在多次的交汇下 此次阴将基地里 只有40架的O2跟60架的O16 随机阴将也只能开始起飞战斗机 准备进行黄守 同时阴将基地附近的党口 也紧急的派出了15艘军舰 准备跟100架的战斗机 组成第一道环力圈 经过长途八字的飞行 此时我方发现了银匠的空中部队 随机J20跟毛熊的157 骑射空空的弯 打击银匠的100架战斗机 银匠也同时发现了我们 随机也发射了导弹 此时双方都是大鸡群 双方的隐身战斗机 几乎已经失去了隐身功能 而此时毛熊想占领巨岛的欲望很强烈 157混不过时 直接冲向了银匠的鸡群 而我方的J20一直游易在远处进行打击 随机毛熊的157 跟银匠的鸡群混战在了一起 就在鸡群混战的时候 第二阶队的毛熊50架 135迅速的接近了前方 开始骑射缓箭导弹 瞬间200枚的缓箭导弹 又冲向了银匠的军舰编队 此时银匠的军舰编队 正准备帮助空中部队 打击157之时 却发现200多枚的缓箭导弹 冲着自己来了 随机只能发射缓空导弹 优先拦截缓箭导弹 但是在这种超音速 缓箭导弹的绑合攻击下 任何的防御基本都是徒劳的 圣经鹰匠15艘军舰全部放毁 冒起了浓浓的黑烟 而天上的战斗还在持续 135在发射网缓箭导弹后 其实就立刻在远处 发射了空空抖浪支援157 随机在数量的优势下 鹰匠的100战斗动机 也全军呼吸 跟着军队一起沉入了大海 对空中部队跟海面部队被消除后 第二梯队的殲16 在对方暗击导弹航空射程后 开始发射缓弧射导弹 每架发射4枚缓弧射导弹 瞬间200枚的缓弧射导弹 就冲向了鹰匠的巨岛军事基地 此时鹰匠的巨岛军事基地 胖射到我的导弹来袭 几时炮的艾国航空导弹 开始起射导弹进行拦截 但是这种饱和攻击 迅速战马了艾国航空导弹的火力通道 虽然艾国航空导弹成功拦截了 几时眉的幌直射导弹 但是大部分都成功突破了拦截 最后几时派艾国航空导弹 在饱和攻击下变成了一堆贵铁 这就叫做饱和攻击一时爽 一直饱和攻击一直爽 在饱和攻击一时爽 在饱和攻击一时爽 开始投放散兵 准备用散兵去清除最后的地面司令 然后接管巨岛 而此时我还看到巨岛已经落入毛熊之死后 随即所有的战斗机开始缓 因为不是我们的领土送我们的狗药 但如果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领土 就必须寸土必争 那今天我们的游戏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评论 点赞 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